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错误了呢 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错的呢 就是我们一直永远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永远都站在这个永远都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狭窄的这个范围当中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错的 但是呢另外一种中观的方法呀 这个前几天我们说了我们看到的是精致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运动的等等啊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是啊 它就是已经超越了啊 就就就就啊 稍稍超超超越了啊 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层面啊 那个时候就是能够这个证明啊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啊 这个这些固体的东西是啊 不动的精致的啊 这个观点不是我心里面相来的 就是我眼睛看到的 嗯 但是呢 它的它的本心就不是这样子啊 在纤维镜下面呢 我眼睛看到的也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就算我通过这种通过一种啊 推理的方法推的话 那它的这个结论也不是这样子啊 我推出来的结论 跟我纤维镜下面看到的这两个结论是一样的 它是设设可可都在这个云洞 在这个声面 这个上面呢 没有一个精致的东西 哦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我们的眼 原来我们看到这个是精致都是错误了 啊 这就很容易了 但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纤维镜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是佛的坛成啊 这个是没有没有办法的啊 那这个谁能够看得到呢 这个就是修心以后啊 我们的燕尔比斯神上面的这些无垢啊 啊啊 取消了一部分 断除了一部分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看得到 这个是佛的现象 那这是佛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精致是错的 而且我们看到它是不清净的现象 这个也是错的 那这样子有办法证明 嗯 啊 有办法证明我们 一个逻辑后面就可以延伸 那延伸出很多逻辑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是不清净的现象啊 啊 就是一句话 嗯 但是呢 我们要再去再进一步的证明啊 到底是不是不清净的现象啊 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证明 如果我能够继续能够证明啊 这个我的这个理由的话 能够能够这个能够证实这个理由的话 这个就是理由的理由啊 只有第二个理由来证明 我第一个这个根本的理由是对的 我的根本的理由是没有错的 嗯 这个是有办法的 嗯 没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说啊 就是说我们的焉而彼此生看到的啊 是永远都是准确的 他不会有任何这个漏洞 他不会有任何错误的啊 能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这个呃 理由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观点 就是有有错误了 我们有这个漏洞了 我们的呃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理由啊 啊 他就是有出出问题了 嗯 但是呢 没有 没有这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呃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呃 这个理由嗯 任何一个人都是说拿不出这样子的理由 比如说我们啊 我眼睛看到的是永远啊 啊 就是至少我眼睛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 就是永远都是这个啊 啊 真是正确的啊 这个看不到啊 这个找不到 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理由 只是啊 只能说呢 嗯 在相对的情况下 不观察的时候呢 啊 我们可以说啊 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精致的 我们看到的也是精致 实际上他也就是精致的 不懂的啊 啊 这个佛像是不懂的 这个啊 呃 这个其他的动摇的东西 像空气啊 这些是懂的啊 佛像是不懂的啊 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呃 相对的 还没有没有进行任何观察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子 嗯 这个不能没有什么说服 所以我们啊 非常容易证明啊 我们看到的是错误的 这个是呃 很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理论上知道我们看到的是错的 呃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错误的啊 这个时间霸风是不对的 没有意思的啊 然后就是人生是无常的 一切都知道很明清清楚啊 啊 但是我们还是去追求这个人时间霸风啊 嗯 还是去追求这个精致呢 啊 还是觉得这个精致好啊 有名好 有利好啊 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啊 因为我们的修行嗯 不到位 不是我们的观点 有错误 观点是没有错的 嗯 但是修行不到位 那我们观点啊 是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修行呢 啊 更不上我们的观点啊 他就更不上 嗯 他更不上 如果这个观点跟修行的这个距离 我们不能拉近 永远都是有这么这么这么长的距离的话 那我们这个观点呢 跟我们不会带来什么直接的这个啊 这个利益 嗯 永远我们永远都是凡夫人 永远都是凡夫人啊 这是在凡夫人当中啊 啊 就是这个呃 观点就是比较准确一点啊 其他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观点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啊 啊 所以还是最终还是修行是修行是非常重要了啊 但是呢 修行之前啊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很坚定的坚定不易的观点啊 如果没有这样子观点的话 我们的修行随时都有可能这个动摇 嗯 这个不是我们的修行直升有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点呢 啊 我们就是就是没有学的话 当然没有什么观点了 就是我们的观点呢 不减定 嗯 不减定 所以呃就经常都呃 观点上面呢 就是受到一些影响 在我们的观点上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是没有学习的动力啊 没有学习的动力 没有学习动力的话 永远都不会有修行的进步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讲这个 温思修 温思修啊 一定要这个呃 这个结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传播的方法也是这样子 以后我们传发的时候 传播方法也是这样 我们是呃这个 温思修结合啊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跟时间 用我们俗话来讲啊 这个理论跟时间是要结合的 那要这样子的方法去传播 我们光是传播一个时间的方法啊 这是一个修法也不行啊 光是传播一个观点啊 也不行 嗯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这两年呢 讲的这些 呃 我认为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就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修法 比如说一个人物的修法的话 那首先是将啊 这个观点啊 这个简介嗯 讲完了以后呢 去讲这个怎么样去这个修啊 修法啊 是整讨的哦 这个是很重要 那这个传播的方法啊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学习的方法 也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观点也要学 方法也要学 修行的方法也要学 学完了以后还是要修 哦 这个很重要了 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啊 啊 这个从否定的角度来说 啊 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理由就是因为是错误的现象啊 啊 那这个刚刚讲过了啊 是不是错误的现象 是错的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错的啊 是错误的啊 只是我们以前呢 根本没有去学过这些东西的时候 连西方之学这么前的东西都没有学过啊 佛教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 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些 这些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认为只要我眼睛看到了 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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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这个啊 范围当中啊 他是很权威的啊 很有说服力的 眼睛看到了啊 就我认为是有 眼睛看到有就是有 眼睛看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啊 我们已经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也就导致了一些这个 嗯 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呢 啊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呃 认为是不存在的啊 只要存在的东西 应该是看得到的啊 这个上面就就出了很多 这个啊 啊 错误的这种观点了 嗯 但是呢 我们慢慢的啊 现在呃 大家都知道啊 实际上啊 其实是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呃 不一定是不存在的啊 不一定存在的东西都能够看得见的啊 大家慢慢这个 呃 科学的呃 这个 科学呃 观点发展了以后 的普及了以后呢 呃 就这有很多东西 呃 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呃 非常有利 就对有些 想有些 有些有些宗教来说 也许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啊 对我们佛法来说 这是非常有利的 一直都在 就一直都在 这个 在证实 这个这个 自然科学呢 呢 他一直都在 呃 证实一些 我们佛教里面 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 呃 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啊 怎么样 怎么样去考虑 都可以啊 这个思维的方法 是什么样都可以 就最后就是要达到 这个目标就行了啊 这是新的逻辑的方法也好啊 旧的逻辑方法也好 新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观点也好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啊 只要能够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就可以了啊 方法都是就就都都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啊 这是这个证明啊 这是这是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啊 然后理由成立了以后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啊 凡是是错误的现象啊 是不是一定不符合这个物质的本啊 本质啊 这个就是要这个要看 这个叫做同频周边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啊 都不是都不是啊 这个无知的这个 都不适合物质的这个啊 本性啊 不符合时机 就是这个意思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啊 凡是错误的现象 都不符合时机啊 这个对不对啊 这个是肯定对的啊 如果符合物质的这个啊 符合时机的话 它怎么是 我们怎么证明 它是错误的现象啊 它如果我能够证明 它是错误的话 它错在那呢 因为它不符合物质的本性 所以它是错误了 那如果它符合这个啊 它符合这个时机的话 那它怎么 这个怎么叫做错误呢 这个不叫错误 这个很容易了啊 那这个很容易 那这个容易的话 这就已经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错了 就这么简单了 是错了 是错误了 那这个世界错了 那是什么世界 是不错的呢 相对来说 八地菩萨 都是不错的 没有错误的 但是只能说是错误的 最后呢 这本书的后面也讲了 最后呢 凡是看到的东西 清净的也好 不清净的也好 都是不对的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从八地菩萨的这个 从八地菩萨的这种 这种境界来讲 讲的话 无论我们看到这个 拜之事看到是 黄色的也不对 看到是这个 拜色的也不对 本身看到 这个东西 本身看到是一张志 它根本就是错误 本身就是错误 那样子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下面 还是可以分一个错和不错 然后就是一样的 从佛的境界来看的话 从佛的境界来看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错的 最后的真正的 这个绝对的正确 才是这个佛的 佛的境界当中 所看到的 佛的智慧才是最终的境界 这个最终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准确 就是佛的智慧 还没有到这个佛的境界之前 我们看到了这个 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 不清净的世界 清净的坛诚 各种各样的 都是 在他们之间 相比之间 之下是有错和不错 准确和不准确的 这个分别 但是呢 就 从佛的角度来讲 都是不对的 那最后剩下的 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的就是 心的本心 心的本心 如来藏 光明 空心 就这两个字了 就是再也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字 就光明 就空心 这两个字 真悟就真悟了 没有真悟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再说了 但是呢 要将这个 要将这个自己的体会的时候 我们是用其他的字来 可以可以形容 比如说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密宗里面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 上师给我们串了这个法 以后呢 我们自己去修 修了以后呢 当我有一定的这个 我自己 至少是我自己有一点这个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经节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回去 给上师回报 也就是一个 一个回报 就讲我的这个感觉 然后呢 上师就是检定 我的这个 是不是真正的这个证悟了 就是一个这样子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允许用这个 这个密法里面呢 或者这里面的这些 这些 这些俗语 一个都不允许用 我不允许说是光明 不允许说是空性 比如说我给上师说 我真悟了空性了 我认为我的心是空性的 我认为了我的心是光明的 其实这个就没有说任何事情了 这个书上面 本来就是说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 说没有办法真实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不允许用 任何这些这个俗语 都不允许用的 不允许用 那怎么样去说呢 就是讲我的体会 就是用我的日常生活的这种 的日常生活当中 用的这个语言 用这个语言去表达 我的这种感受 这个时候呢 上师知道你证悟了 或者没有证悟了 有些人 以前法王也在课堂上的讲过 那个我们没过一段时间 就要就要靠要考试 靠的就是这种考试 我就一直法王都二十多年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三次就靠了这样子的诗 考过这个三次 那有些时候 这个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试的 所有人都要考试的 但这个考试不是 不是背诵什么东西 不是讲理论 就是要讲自己的这个体会 那那个时候呢 法王在课堂上也讲过 有些人来就就讲一些中观的 属于一大堆的中观的 属于专用的词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密宗里面的 这个专用的词 说上是我心的本心 什么什么什么样 这个是不说明任何问题 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坚定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观点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 那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用的 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个普通的这种 语言来表达 那有没有办法呢 就是逐渐的 就是还是有办法表达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珍贵的这个属于 就两个字 光明空性 完了就没有了 光明和空性 对 心的本性是光明和空性 佛的坛成也就是光明 也就是空性 佛的坛成也是这个 最终就是这个 就是佛的坛成了 佛的坛成也就是这样 我们的世界的本性是什么 就这两个 世界的本性说了很多很多 有些人说是唯物 有些人说是唯行 然后我们佛法里面 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 这个威斯宗 有说是这个 有这个小乘 有说是那个 很多种的观点 但是呢 最后就是像 暴行论里面 有一个机制 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以前 应用过很多次 这个才是真正 说明问题的一句话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这个 首先一个比喻 比喻是什么呢 比喻就是 大敌 它是 它是这个依靠 水 存在的 也就是 很多地下水 对这个 敌面下面有水 这个敌面下面的 地下水 然后水 是这个 依靠 其 风 这个就是说 这个世界就是在空中 就是在这空中 那就是 下面是 风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的 佛法里面的一个 世界观的 说法 风 那风 它是依靠什么呢 风的下面 就是没有了 风就是在这个空中 就是空中 空间就是空气 空气上面就是水 水上面就是敌 就是这么这样的 当然这个是一种 一种这个 一种 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世界观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我刚刚 前几天讲过 这个为什么不一样的原因 这是一个比喻 然后呢 它要说明 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的烟 我们的乌云 包括肉体 是依靠什么呢 就是依靠烦恼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烦恼 创造的 依靠烦恼 就这个意思 因为有了烦恼 有造业 造了业 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世界 那烦恼 它是依靠什么呢 烦恼就是依靠 我们的这个电到作业 就是说 长 经 等等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长的 不灭的 世界是清净的 世界是自我的 有自我的存在 等等 就是这些这个族意 就是这些这个观点 烦恼就是 来自于这个观点 那这些观点 来自于什么呢 这些观点 就是来自于 心的本性 心的本性 来自于什么呢 心的本性 不来自于什么 心的本性 就是光明 心的本性 是没有这个来源的 心的本性 就是光明 心的本性 是空性 在这个空性上面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 往回的话 一切的基础 就是这个空性 一切的基础 就是空性和光明 那我们现在 就是要争悟的时候 就是要突破这么多的 就烦恼 还有这个颠倒的座椅 也就是这个心里面的 很多这些不清静的念头 然后就是进入 然后就是进入这个 心的本性 光明当中 这个这一句话 是无论是在 宪宗也好 密宗里面也好 非常重要的 这一句话的意思 你们了解了以后 就是了解了这个 闲密的 就是 就是已经揭开了 很多很多闲密的 这个难题 如果证悟了 这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闲密的 所有 或者是一专 第二专法论 跟第三专法论的 所有的观点 精华 证悟了 证悟了 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 这个 这么重要的一句话 非常重要了 然后这个证悟了以后 然后我们 这个证悟了以后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通过修行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观点 就是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坚定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真止真见 有些观点 初五的观点 就是越来越靠不住 越来越靠不住 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自以为是 是很是正确的 但是呢 越来越就是 进不去考验 真正的观点 就不是这样子了 越修行的时候 就是越清楚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新的本性 广明 这个就是真正的 佛的这个 坦诚 今天我们讲到的 这个佛的坦诚 也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佛的坦诚 在除了这个 佛的坦诚 以外的 所有的这个 现象 无论是清净的现象 无论是不清净的现象 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看 都是 都是错误的 唯一的这个 新的本性 广明才是绝对的 这个 绝对的这个 准确的 这个 这个也就是说 先呢 这个 传宗里面讲的 明心 坚行 或者是佛心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佛心 就是这个 明心 坚心的 这个 明心 也就是这个 明心 坚心 佛心 这个心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本性 本质 就是这个 在 这个 密宗里面 经常也讲 这个叫做 自然本质 自然本质 自然 为什么叫做 自然呢 因为它不是 我们修出来的 它本身 就是存在的 它从无事以来 就是 一直 一直陡在 这个 我们的心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的 本身 本心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它是没有 受过任何的 这个 盖凿 它不是 它不是我们 创建的 它也没有 经历过 我们任何的 这个修改 它就是这个 自然的 所以叫做 自然 本质 为什么叫做 本质呢 因为它是 它是一切无知 一切这个 这个现象的 本体 本体 所以叫做 本质 为什么叫做 质呢 它本身就是 一个知慧 它本身就是 一个知慧 它也不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 像虚空一样的 东西 从空性的 角度来讲 当然是虚空一样 但是呢 它不是 它不是什么 也没有 它也有 这个 指挥 它有 指挥 所以叫做 自然 本质 密宗里面 就叫 自然 本质 大圆门里面 大圆门的 上层的 大圆门里面 叫 这个 自然 本质 这个叫做 然后就是 下层的 大圆门里面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菩提心 大圆门里面 这个叫做 菩提心 这个有很多名字 在佛教里面 就非常非常多的名词 我就是 随意将 它的名词的话 说出 它的名字的话 也可以能够 说出来 十多个 几十个 几十个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都是 它的名词 那佛就是 用这么多的 这个名词 属于 来表达什么呢 就是表达 这个 我们的心的 本性 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用 那么多的 这个 这个名词呢 每一个名词 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 它的 创造一个 这样名词的 必要性 每一个名词 都是 但是它 表达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 它需要 为什么就是 不用一个名词呢 这个是有原因 这个是有理由的 有道理的 但是 这这么多的名词 它最终 就是要表达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心的本性 然后 我们最后 也要 真误这个 真误的时候 这个 方法 也是一样的 就像 它有 它一个 东西 有那么多的 名词一样 就是 这是一个 真误的 境界 它达到 要达到的 境界 就是一个 境界 但是呢 就能达到 这个 境界的 方法 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 方法 很多很多 不同的 方法 这么多 不同的 方法 它最终 要达到什么 它最终 就是要达到 这个 这个 真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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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 它有那么多 的名词 佛就是用 那么多的 名词 去形容 让我们了解 这个东西 然后用那么多的 方法 让我们 证悟 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就是真正的 进化 这个证悟了 以后 就证悟了 就再也没有 什么其他的 可以证悟的 所以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 总点 其他的 我们这个 实际的 实际 世界上的 所有的 这些 知识 这些 知识 都是很 这个 很浅的 都是用来 就是 就能够 满足一些 我们人的 一些 人类的 一些 这个生活上 的一些 需求 所以就是 创造了 这么多的 这个 知识 这么多的 文化 佛是用 那么多的 名词 用那么多的 方法去 这个 表达 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这个 真正的 真正的 这个 谈证 除了 这个 谈证 以外 所有的 其他 都是 错误的 都是 错误的 所以 我们刚才 说的 这个 理由 我们话 就说回去 刚才 我们的 这个理由 是我们 我们说的是 我们说 这个 时节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这个 时节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是 错误的 现象 那这个 错误 说对了 没有 说对了 都是 错误的 这个 成立了 以后 我们刚刚 讲的 这个 同频周片 一频周片 都已经成立了 成立的话 那就是在 观点上 我们就是 明白了 这个世界 我们经常 看到的 这个 实际上 不是无知的 这个 本性 这是一种 幻觉 这是一种 幻觉 然后就是 这个 这是 政治 政见 这个叫做 政治 政见 这个是我们 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两个推理的方法 一个 肯定的 推理 另外一个就是 否定的 推理 你们也要 学一学 这个中观 你们 平时我们都 就比较 有些 多数人 就是 比较喜欢 说实修 很重要 这些逻辑 没有必要去学 这是浪费时间 但是 实修 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实修 怎么样去修 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问题 实修 我们要 创立一个 这个 这个 新的观点 然后去 穿袭 这个观点 叫做 修心 那 怎么样去 这个 就 创建 这个 梳理 这个 新的观点 我们原来的 这些 日常生活当中 的这些观点 都没有什么 可以修的东西 这个 越修 越麻烦 就是因为 我们从无事以来 修这个 已经现在到 这个地步了 就没有什么 可以修 那要修的话 当然是要 梳理一个 新的观点 新的观点 怎么样梳理呢 能够有 温死 才能够梳理 不问 不是 不思考 那怎么样去 建立新的观点 没有观点 我们修什么 还是 这个 还是要 学一学 这方面 这个推理的方法 还是学一学 推理的方法 学一下 我想这个 佛教里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逻辑 这个移民呢 他已经 远远超过了 这个 西方科 哲学里面的 这些 这个逻辑 完全是不一样 他西方科学的 这个逻辑 他就是 他就是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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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里面的 一部分而已 如果要去 找漏洞的话 可以找到 很多漏洞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真正的 这个超级的 编程法 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得要 你们也要学一学 学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推翻 很多我们 自己的观点 我们是想 推翻我自己的 一些不准确的 观点 然后再有 机会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 去证明一下 这个 让 让其他人 也就是 明白 我们现在的 想法是错的 如果 机缘成熟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主要是 我们是要 证明 给自己证明 我现在是错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同品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正成淫 来证明的方法 证明 这个一切法 是佛的 这个现象 这个是 这个方法 然后在 这个时候 我们学这个法的时候 这个参考的书 就是 这个 上次也提到过 这个定解报道论的 这个第六篇 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 大约 不是 大黄花王 这个光明藏 看不所打 就翻译了 这个里面 他的 就讲观点的时候 就讲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观点 同属一动的 这个也去学一学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在藏文里面 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 这个 这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 这个 轮点 但是目前我们 就是翻译成 这个 韩文的 这个版本 我想就是 就是这些了 目前我们可以 看到的 就是这些 但是这些里面 只要这些 这些资料 如果没有其他的话 也是可以完全能够证明的 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学这个的同时 你们也要看一看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书 也是很重要 看了以后 还是要去思维一下 静下来 思维一下 这个里面讲的 到底是对不对 如果我认为不对的话 那怎么样不对 他哪里错了 我有什么 我就凭什么说 这个错了 我用什么样的 这个证据 来证明 他是错的 这个也要想一想 如果我 也不觉得他错了 我也不觉得他对了 那这种态度的话 这个就是 根本就没有去思考 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这种情况的话 那文思修里面 这种人就只有问 听了都听了 但是没有去思考 没有去思考 这个对不对 就根本没有去思考 修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文 就这样听了 只有听了一下 还没有去 这个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是不对的 这非常重要 要去思考问题 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遇到 这样子的 非常殊胜的法 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样子的机会 我认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 这个也不是我认为 这个佛经里面 经常提到的 其实佛经里面 经常提到的 我们自身也感觉到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经常说 谁福报大 这个有福报 那个有福报 谁有什么 就福报大 所以就不生病了 福报大 所以发财了 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什么福报 如果是福报的话 那这也就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福报 不是福报 这个不叫福报 有一点点这个经济上的 有点点成就成功 这个有点点 事业上的成功 其实不是什么福报 这个不叫福报 那整整的福报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法 不但是接触 而且就是有一点这个体会 有一点这个人事 还不说体会 先有点点人事 然后人事之后呢 还是有一点这个体会 至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在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的 只要有这样子观点的话 这些才是真正的这个 修来的福报 就是有福报的人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有福报的人才能够 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观点 这个修法 其他的就不叫福 不叫福报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这个珍惜 有机会的时候 就是要去珍惜 怎么样去珍惜呢 我刚才说的 还是要去思维一下 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惊下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呢 佛力是什么呢 处处都在讲理论 讲理由 讲道理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呢 我把我的意思枪架给大家 一定要这样子觉得 一定要这样子承认 我没有这样子的 处处都是有这个理由的 但是呢 我们不去思考的话 这些 这个 感觉不到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认为 是发财很重要 我们大家都认为 发财是非常非常重要 健康很重要 然后这个之后就是发财很重要 然后再有希望的话 就是出名 名利很重要 大家都是这样子认为 凡夫人都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这些都是有层次的 我们还没有 还 这个我们的层次很低的时候呢 还不会去想什么 名利啊 这些不会去想的 那个时候就是 只要身体没有病就好 没有病的时候呢 还要有一点点签就好 有签了以后呢 就需要的就更多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是 当然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子 但我们凡夫人 当然会这样子认为 这个是 当然可以 我自己这样子也好 别人这样子也好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最关键的 就是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 最重要 一切现详 也就是说 万事万物 就是佛的贪称 用推力的方式 去这个证实 万事万福 万事万物 就是佛的这个贪称 那推力的方式 前面讲了 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接着就是讲一些 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六道终生 我们六道终生 同时看一个无质的时候 一个无体有不同的现象 一个世界 也有不同的现象 一个宇宙 也有不同的现象 那是因为 终生的这个 夜里不一样 所以他们看到的 现象也是不一样 那这么多的 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这个现象 它有没有一个共通的现象 有没有一个共通的现象 这里讲的是这个问题 它有没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呢 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了 定界报登轮的第六品里面 就是讲这个问题 共通现象是有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共通的现象 那这个共通现象 在什么样的前提下 可以成立这个共通的现象呢 第一个 上次讲过了 六道终生的这个共通的现象 只能在相对 只能在相对 可以成立 这个共通的现象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对人来说 这个共通的现象是什么呢 比如说一条河 对人来说 这个共通的现象 是水 水就是共通的现象 那地狱的终生 还有这个恶归岛的终生 还有天解的终生 他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水呢 那个时候应该说 实际上这个 客观上 这个野体就是水 但是呢 众其他终生 就是因为他们的野力的轻重 这个现象 也就是随着这个野力的轻重 而有变化 那变了 有些终生 就看到 把它堪称为这个农血 有些终生呢 把它堪称为这个甘露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水 要这样子讲 但是这个是 这个相对人 而说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 这个天人 天解的终生的话 那那个时候呢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说 这个共同的现象 是甘露 那其他的终生 为什么看不到甘露呢 这个时候应该说 因为他们的野长 比较深重 所以他们看不到 这个无知的这个 本体 实际上这个是甘露 要这样子讲 依次类退的话 那所有的其他终生的 这些现象啊 也是这样子 那八地菩萨的时候 八地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要说 实际上 这个万事万无的本体 就是像八地菩萨 他们看到的 这样子佛的坛症 那个时候也一样的 问同样的问题 那其他的众生 为什么看不到 这个佛的这个坛症呢 因为其他众生啊 就是有 这个比较深重的 这个野长 所以他们看不见 这个佛的坛症 但是呢 实际上 是佛的坛症 要这样子讲 然后再往上的时候 就是佛的经济了 追踪就是佛的经济 那个时候要说 实际上就是万事万物的 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本体 其实 现在佛所看到的 这种现象 才是 重极的这个 真理 就是最后最后的这个 真理 它是永远都不会有变化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 所有物质的这个 所有物质的这个本体 那这个物质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如来藏 光明空性 那它是物质的本性的话 为什么众生看不见呢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众生 有这个罪业 主要就是业障 主要是有业障 所以众生看不见 这个物质的本体 实际上物质的本体 就是佛的境界当中 所看见的这个光明 最后就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物质的本体 这个叫做佛的贪嗔 真正的佛的贪嗔 也就是这个佛的 清净的现象 佛这个清净的现象呢 就是这个叫做如来藏 这是如来藏 这是最终的共通现象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共通现象 有两种共通现象 灌代的或者是相对的 相对的共通现象 和绝对的共通现象 相对的共通现象 就是只有灌代才能够成立 相就是因为人对人来说 水就是共通现象 对地狱的众生来说 这个贴之同之 才是这个共通的现象 对这个天阶的众生来说 干露就是共通的现象 这个就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 管代可以成立的 然后这个是临时性的 也就是相对的共通现象 那最后的终极的 也就是永远不会有变化的 真正的这个共通现象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佛的这个 真正的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什么 佛的境界就是 如来藏光明 这个就是佛的境界 这个叫做终极的共通现象 为什么要讲这个共通现象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就是说 本来这个世界 这个物质 它就只有一个本体 它是不会有很多种本体 本质是只有一个本质 但是呢 现象就不仅是一个 现象就是因为 随着这个终生的业力 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但是它的本体呢 就是只有一个本体 那只有一个本体 那第一个 只有一个本体 那这个本体是什么 这个本体就临时 或者是相对来说 就刚才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对于人来说 这个本体就是水 对于天人来说 这个本体就是甘露 就是这样子说 但是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是临时才可以成立 临时 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种 这个观点 它是 不是这个 不是绝对的 这是这个相对的 绝对的真理就是 这个是佛的贪嗔 这个上次我们讲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宝心论里面讲的 就是 我们的 我们的五云 就是 包括肉体 一 依靠什么 赖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烦恼 有了贪嗔痴 就去造野 造了野以后 就是 就是 现现 就这样 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 包括肉体 这个无云 就是 来自于 依靠 也可以说是 依靠 依靠烦恼 烦恼 来自于什么 或者是说 烦恼 它依靠什么呢 烦恼就是依靠 这个 不正常的这些观点 我直 等等的这些观点 然后这些观点 依靠什么 这些观点 依靠 心 心就是我们的仪式 依靠我们的心 心 它依靠什么呢 心 我们的心 仪式 仪式 它依靠什么 依靠这个 这个心的奔心 甚至奔心是什么 就是光明如来藏 光明如来藏 依靠什么呢 光明如来藏 不依靠什么 光明如来藏 是没有任何这个 有 无 等等的 便际 远离一切 遍迹 远离一切 细论 所以 它是不依靠什么 不依靠什么 这个是 我们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 显宗的 如 这个 包行轮 还有 包行轮的 这个 跟一句 有很多 这个 第三专 法论当中的经典 里面都是这样子 讲的 这就是说 密宗里面就讲 这个 佛的 他烦恼 即是 职慧 烦恼 永远都没有 离开过 这个 职慧 烦恼永远都是 佛的 职慧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在讲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 这个 邪迷 两个 完全是 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 要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 这样子 共通的观点呢 就是因为要 这样子 这个 首先就是要承认一个 共通的观点 这个 共通的 共通的现象 共通现象 为什么要有 共通现象呢 如果没有一个 共通现象的话 那就是 就这个 实际上 本质上 就是有这么多的 世界的话 那就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 不清净的 世界 它的本质 也就是不清净的 佛看到的世界 是清净的世界 它的本质 也就是 清净的 这个世界 这个 清净的世界 跟不清净的世界 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两个 独立的 这样子的世界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 不能说明 我们的这个世界 就是清净的世界 不能说明 因为这两个 是没有关系的 佛看到的世界 是清净的 我们看到的是 不清净的 但是这两个 是两个世界 这之间 是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子的话 不能说明 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清净的 不能说明 所以就是要 首先要去 去讲 共同的现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共同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 为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去主观地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观点 是不是 它不是 它实际上就是客观上 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它只有一个世界 不会一个世界有不同的两种 两种现象 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一张白纸 正常的人看成是白色的 有冰的 有淡冰的人 看成是黄色 但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就是不存在 一张白纸和一张黄色的纸 实际上只有一张纸 但是呢 因为那个 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因素 看到的就是两种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五体 一张纸 同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就有很多不同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当中呢 有些现象 它是不正确的 有些现象是准确的 那就是佛的现象 因为它清净了罪业 所以它是准确的 这样子 这个是讲 这个共同的现象 共同现象 有人说 这个佛的贪嗔 比如说我们一个世界 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物体 观想为很强迫的观想为一个另外一个物体的话 因为幻觉会现象 这个幻觉啊 就是出现幻觉 有可能把这个物体就是能看见 眼睛能够看见 这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幻觉呢 它就是幻觉 它就是原理无知的这个本质 它是不符合事迹 所以它叫这个叫做幻觉 那我们的修行会不会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不会得到解脱的 幻觉 就是无明的产无 无明的产无 永远不能让我们得解脱 这个是肯定的 只要有政治正见 有智慧 智慧才能够 才能够 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放出来 幻觉无明是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要将 要这个去思维 这个公统的现象 这个非常重要的 沪池中华国际私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私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新逢教肖月 吉祥月 慈悲至夜 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十轮经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童瞻法义 供慕福恩 避免信众 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供慕福恩 现场无法礼牌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 网者回向 立刻登记毛孩 Hello I'm Dr. Felice O'Donnell Covid prevention is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In this video Let's review together 5 tips to prevent COVID 1. Take your temperature daily See a doctor if necessary 2. Wear a mask Change it when necessary 3. Wash your hands often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 4. Maintain social distance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5. Disinfect your environment Maintain good ventilation These 5 prevention tips Can help detect symptoms earl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To prevent COVID Everyone is important Let's all do our part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 10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 是五地的菩萨 他的修行 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理诸系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他证悟空有不二